现年59岁的游泳志曾经有过两段婚姻 他和前妻刘小春曾有过一段非常短暂的婚姻 两个人在学校时相识陷入热恋 毕业后就无房无车地裸婚了 可是因为种种原因 这段婚姻仅持续了一年就结束了 离婚后游泳志十分受伤 独自前往北京北漂 直到38岁才再次走入婚姻 娶了一个普通人 而刘小春则很快就结婚了 嫁给了为他离婚的郭凯敏 婚后的生活没有他想象的那么美好 他和郭凯敏为了生活艰苦奋斗 最难的时候 刘小春不得不去物业公司上班赚钱 好在苦尽甘来 现在郭凯敏事业回春 儿子也进入了娱乐圈 但是游泳志虽然事业一直不错 却没能生下自己的孩子 如今59岁了依然无儿无女 十分遗憾 1983年 长相漂亮的刘小春 被选中出演了电影 《郭婉嫖盆交响曲》中的配角 这部电影由藤文记指导 孙纯 殷婷如 陈叶主演 刘小春在电影中 饰演了男主角牛红的前女友满缝 虽然只是一个没多少戏的角色 但是却激发了刘小春对表演的喜爱 于是在第二年 他就考上了上海戏剧学院表演系 和游泳志 原名游泳 田民 张新民等成了同学 刘小春长相漂亮又有气质 在学校里是校花级别的人物 很多男生偷偷喜欢他 但是又觉得有距离感 不敢表白 只有天不怕地不怕的游泳志 对他展开了热烈的追求 游泳志追求女孩的方式 有些直白也有些莽撞 刘小春想要的他统统都会满足 但是他管得也很严 却严禁刘小春和其他男生说一句话 一副霸道总裁范 但是这样的宠爱方式 刘小春觉得十分受用 加上游泳身材高大 让他十分有安全感 大三时 刘小春又被长春电影制片场选中 和王威 薛白 董伟等一起主演了《晴曼黄山》 饰演何庭 未来一片光明 而游泳志也不落其后 他虽然没有戏拍 却因为出色的台词功底 经常去上海电视台给电影配音 配一次音就能拿200块钱 赶上别人拍一部戏的钱了 拿到钱后就和哥们儿出去大吃一顿 但是游泳志的心思并不在此 他从小家境富裕 对钱不是特别渴望 他还是希望能好好的演戏 大学毕业后 游泳志就向刘小春求婚了 他是个简单直接的人 爱了就结婚 别的什么都不考虑 而刘小春则有点犹豫 他觉得两个人现在要啥没啥 连房子也没有 还是先发展事业再说 而且他对于游泳志也不是很有信心 简单直接是他的优点也是缺点 他爱他爱的真诚热烈 愿意付出自己的全部 可是他只看当下 过一天算一天 从来不为未来做计划 赚了钱马上就花掉 从来不考虑明天该怎么办 游泳志十分不悦 觉得刘小春不答应就是不爱他 最终刘小春因为爱情 还是答应了嫁给他 没想到这个决定大错特错 事实证明他和游泳志根本就不合适 游泳志从小要疯的疯要雨的雨 一直很顺利 从来没吃过苦 对事业根本不上心 他大学毕业后其实有很好的机会 第一部戏就是琼瑶的庭院深深 当时琼瑶一眼就定了他演男主 可是是装饰给游泳志贴了个双眼皮 他不干了说你要是给我弄这双眼皮 那我不演后来又要刮掉他的胡子 他坚决不同意 琼瑶只好就这样拍了 最后拍完给上海电视制作中心看 领导极为不满 非让他刮掉胡子重拍一遍 做了他一晚上的思想工作 为了这个胡子浪费了很多胶片 而且在拍戏过程中 游泳志还打破了琼瑶不准改台词的传统 自作主张删除了好多肉麻的台词 所以这部戏拍完后 琼瑶虽然很喜欢他 却也再也没有找过他 眼看好好的机会全都浪费掉了 心智这么不成熟 根本没有要养家的责任 只想着自己高兴不想别人 这样的日子怎么过呀 刘晓春心急如焚 婚后 刘晓春主演了电影《一夜歌星》 他在其中饰演了男主角江飞的妻子宝珠 在这部戏里刘晓春牺牲很大 有一场出狱的戏纸包着一条浴巾 就在当时是非常暴露的打扮 可是为了养家糊口 刘晓春别无选择 游泳智却对剧本挑三拣四 有找他拍戏的 他一看是配角 直接就拒绝了 每天和哥们儿喝得鸣鼎大醉 深夜才回家 刘晓春多次劝他 要认清现实 先吃饱饭再搞艺术 可是游泳智完全听不进去 他自认自己非常优秀 但是那些导演有眼无珠 总有一天他这匹千里马会被伯乐看见的 刘晓春是个敢闯敢拼的人 当初他就是看中了游泳智身上的那股 横冲直撞的闯进 却没想到他现在眼高手低 十分失望 他不再管他 自己一头扎进了剧组 一年后 两个人就办理了离婚手续 关于他们离婚的原因 其中还另有隐情 1990年 也就是他们离婚的那一年 刘晓春在拍戏时 遇到了当红小生郭凯敏 郭凯敏在1979年因为庐山恋爆红后 事业却陷入了瓶颈 眼看着章鱼出国发展 他也一直蠢蠢欲动 想出去闯荡一番 可是他的这个想法 却没有被妻子张之华同意 张之华认为还是稳稳当当的生活最踏实 何况当时他已经怀孕了 郭凯敏只好作罢 但是心里却一直郁郁寡欢 直到在剧组遇到了开朗活泼的刘晓春 他就像到豆子一般 把自己的烦恼都告诉了他 没想到刘晓春虽然是个女流之辈 但是格局却很大 他完全支持郭凯敏的想法 说 男人就应该去闯事业 每天待在家里 媳妇孩子热炕头的算什么本事 郭凯敏身受鼓舞 随即就回去向张之华探了牌 我要去海南创业 你不同意咱俩就离婚 张之华明白他已经留不住这个男人了 于是干脆的同意了离婚 带着刚出生的儿子走了 而刘晓春也很快和游勇领了离婚证 辞掉了话剧团的工作 和郭凯敏一起南下去了海南闯荡 两个人在1991年结了婚 生下了儿子郭以桓 但是婚后的生活却没有他们想象的那么幸福 郭凯敏是冲着海南电视台的一位副导演去的 对方给他承诺说只要他去了海南 就能让他当导演 但是没想到等郭凯敏辞职去了以后 那位副台长却说 你来晚了 我们这里已经没有编制了 郭凯敏猛了 放弃了全部的事业 上影场又回不去了 海南电视台又不接收 他成了没有工作的忙流 他不甘心 到处找地方当导演 期间被人骗了好几次 很多公司找他说是要让他当导演拍电影 最后发现只是借着他的名气筹字而已 最后仍给他几千块钱了事 在海南的第二年 郭凯敏和刘小春的生活捉襟见肘 连过年都没有路费回家 后来郭凯敏四处求人 才终于进入了海南电视台 成了一位主持人 但是他没有做过这一行 主持的节目收视率很低 为了多赚点钱 郭凯敏又成立了影视公司 四处寻找投资人实现自己的导演梦 1994年 他终于拿到了投资 拍摄了电影天伦 自己还亲自上阵主演 没想到因为种种原因 这部电影赔了个底朝天 郭凯敏一夜之间背上了几百万的债务 那天夜里 郭凯敏独自坐在阳台上 回想起这些年的经历 忍不住流下了眼泪 他终于知道当初前妻 为什么反对自己来闯荡 因为他根本就没有那个能力 如果当时他踏实实的演戏 说不定现在已经成了知名演员了 可惜后悔也晚了 他觉得没脸面对妻子和儿子 恨不得从楼上跳下去结束这一切 刘小春安慰他说 不管你做什么决定 我都会支持你 和你一起承担责任 郭凯敏私来想去 决定回北京继续做演员 此时距离他离开演艺圈已经六年了 如果再回去一切都要从头再来 但是为了还债 他也顾不上尊严了 回北京后 郭凯敏没有戏拍 就在剧组打砸 场记 剧物他什么都干 而刘小春也去物业公司上班补贴家用 一家三口住在简陋的出租屋里 赚来的钱要还债 生活十分艰难 为了付出 郭凯敏不得不四处求人 有一些以前他看不上的人 现在他都要低声恳求人家 2001年 他终于得到了一个在陈佩斯话剧中演出的机会 两人一联合作了托儿 亲戚朋友好算账两部话剧 郭凯敏才得以回归演艺圈 虽然只能拍一些配角 但郭凯敏和刘小春已经知足了 他们把全部的希望都寄托在儿子郭一环身上 郭一环留学回来后也进入了演艺圈拍戏 先后出演了《苦菜花》 《紫薇飘香》《鹿顶记》 《燃烧的玫瑰壶》等影视作品 而刘小春前夫游泳志的生活也不容易 离婚后他就去北京投奔自己的朋友 离婚的打击让他一夜之间成长了许多 终于明白了作为一个男人应该脚踏实地 于是他不挑角色也不挑剧本 再一步一步稀里磨练自己 最终凭借清凉寺的《终生中的康葫芦》一角 获得金鸡奖最佳男配角提名奖 他才明白角色没有大小之分 演配角也能演出精彩来 因为他自身的气质 他又拍摄了许多警察剧 深受观众们的喜爱 渐渐成了警察专业户 事业越来越好 但是他却一直都没有再结婚 其实他和许晴曾有过一段感情 两人在拍摄电影狂是走到了一起 谈起了恋爱 游泳志对许晴特别宠爱 让星星不给月亮 也一门心思朝着结婚去 可是没想到许晴根本不想结婚 这段感情只持续了两年 就以许晴移情别恋王志文而结束了 一连两场失败的感情 让游泳志再也不敢触碰爱情 眼看着年纪越来越大了 父母朋友都替他着急 纷纷给他安排相亲 游泳志不忍让父母失望 就同意了 但是只有一个要求 不能是圈内的女孩 他对娱乐圈里的女孩子已经彻底失望了 他明白以他的心眼 根本搞不定他们 他们都太现实了 经过朋友介绍 游泳志认识了比自己小十岁的沈荣 一见沈荣 游泳志就觉得他很不一样 原来他是中央美术学院的在读研究生 多年在象牙塔中的生活 让他看起来超凡脱俗 又干净又单纯 游泳志十分喜欢这种感觉 相处了一段时间后 两人就在父母的催促下结婚了 婚后沈荣留校任教 游泳志的事业也越来越好 过得十分幸福 但是沈荣却一直不太想要孩子 一开始他说要专注于事业 游泳志答应了 尊重他 直到沈荣已经成了教授了 生孩子的事才提上日程 可是不知是年纪大了还是什么原因 一直没能要上孩子 两个人也曾去医院检查过 都没有问题 游泳志安慰妻子说可能就是和孩子的缘分还没到 没想到一直到了现在 游泳志都59岁了 妻子也49岁了 他们还是没能生下自己的孩子 十分遗憾 后来他还专门去找人给自己改了名字 将游泳改为了游泳志 他认为自己就是游泳无知 所以才不顺利 想做了很多事都没能完成 虽然再生孩子可能性已经很低了 但他希望自己以后能有智慧去经营好和妻子的感情 相伴到老 如今他已经很少拍戏 把更多的时间用来陪伴家人 这对娱乐圈很多喜欢他的观众来说 是个损失 但对他的妻子来说 却十分幸福 不得不说 游泳志确实是个有担当的好男人 刘晓春当年错过他真的是可惜了 让自己过了那么多年艰苦的日子 看上了郭凯敏的名气 可惜最后也因为他而事业尽悔 真的是 娶一个好女人忘三代 娶一个坏女人悔一生啊